大家好 欢迎来到表书看世界 我呢这是今天在办公室里 录制的第二个节目 录完了我就回家了 现在已经差不多中午了 回家我老婆在家里 给我烤的那个垃圾翅 我比较喜欢美国那种垃圾翅 巴布罗温很喜欢吃 所以回家 那么在回家之前呢 这一集里我想聊一聊 美国华人的处境 这个 当然了我们之所以聊这个话题呢 实际上你是能够聊到一天一夜 你聊不完 那么我就是大概的 聊一聊自己的感想吧 因为在这个新冠疫情 这几个月以来 这半年以来 在整个美国社会 的确是有一些噪音 这个噪音呢 当然主要都是针对 针对这个国内的 但是呢 它呢 在某种程度上 某种程度上牵扯到了 或者是涉及到了 华人 美国华人或者是其他国家 华人的一些利益 比如说大家可以听得到 就是说啊 在一些地方可能华人 感到不安全啊 感到不安全 对吧 他可能就是说 有个别的人受到了一些 不公平的待遇 比如说有人攻击他呀 或者是有人在辱骂他呀 对吧 前几天啊 我们这儿有一个报道 就是在 我几个礼拜前还去了啊 芝加哥西郊 叫Naperville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叫瑞博 那天网络报道 就是说有一个男士吧 应该可能也是中间人 正在跑步啊 就是在 在可能一个公园里 在小道上跑步 可能迎面 就来了两个白人女的啊 两个白人女的 可能也是在散步锻炼 早上锻炼那种 然后就就在挑衅他嘛 就是说滚回中国去啊 要滚回中国去 虽然这种例子啊 其实并不常见啊 其实是罕见的啊 也不多见的 如果将这种媒体 这种呢 就是很容易就被上了媒体啊 一到媒体的话 就一炒作 就似乎就成为是人人自危啊 就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 似乎在美国的所有华人 都受到了这种歧视 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啊 这也不是 但是呢 可以给华人提个醒 对吧 你在外面还是要小心 要注意安全 碰到了这种情形 怎么办 是吧 如果真的碰到这种无赖啊 你是可以报警的啊 是可以报警的啊 可以用手机录下来啊 录下来 他们就是长什么样 然后你可以报警啊 因为实话说 林子大了以后 什么样的鸟都有啊 的确有坏鸟啊 在美国这个社会上 它跟其他社会 没有太大的差别 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而且这种人 他可能就是说 平日他就不 比较讨厌这种 其他有色人种啊 包括华人 那么当然了 谈到这个 一些个别的一些白人 对亚裔的一些啊 这个仇视或者是歧视啊 那么呢 我今天还看到另外一个报道啊 另外一个报道是什么呢 就是说 哎 是在是在哪个州啊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啊 是不是在芝加哥啊 还是在纽约啊 反正应该不是在芝加哥 应该是 应该是在其他地方啊 应该是在外州 就是黑人的一些激进组织 包括像什么黑豹党啊 啊 还有什么 黑人力量啊 这那的一大堆 也是属于边缘边缘组织啊 不是主流 他们扛了枪 到华人的那个 到中国城啊 到华人的店门前示威 就是说啊 中国人是 这个吸血鬼啊 中国人这个 啊 这个占我们的便宜啊 我们要把中国人赶走 要把中国人 的生意赶走啊 我们 大家要去 我们黑人的店去消费啊 当然这种人也是极少数人 所以说他去跑到他门口的啊 就可能就四五个人啊 但是呢 他也是一种现象 对吧 他也 不能小瞧这一小股人啊 这一小股人 他实际上还是有力量的 因为他会 因为现在是通过社交媒体嘛 对吧 都在为自己造势啊 不管你的组织是一个人 两个人三个人 对吧 你都可以通过这个社交媒体 来吸引眼球啊 来造势 也有一些人真的可能就 也就加入进去了 对吧 那么 其实像这种 在你家门口 进行示威游行的 对吧 在美国呢 法律 他是保护的 他是保护的 除非这些人持枪 在那个州是不允许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吧 那是他 如果是在你门口啊 但并不是在你 完全是在你门前这里啊 一定是 在这个公共的区域 他抗议你 他是合法的啊 他有这个权利抗议你 除非他进了你的店 对吧 或者是堵住了你的那个店门 你是可以 这已经构成了这种骚扰了啊 你就可以打电话报警 啊 报警 那么从另一方 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华人在争取政治权利方面 的确是要弱于其他主义啊 特别是 这种就是说 只顾扫自己的门前血啊 中国是这么说的吧 有这么一句话是不是 就是哇 这种事赶快关门吧 咱们跑了 咱们走了啊 咱们别干了 就是一种胆小怕事的一种心理 对吧 当然了 也有一些个别的华人呢 他也比较激进啊 这也是不鼓励的 比如说联邦调查局最近在加州啊 在南加州就抓了一位前这个啊 这个美军的退役军人 他是华人啊 华人啊 他就他就跑到微信啊 还有这些中文的社交媒体上 你就说啊 我在组织那个武装 武装队伍啊 我在武装 谁敢来欺负我们啊 我们随时 随时赶过来啊 意思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谁欺负了你啦 我们随时赶过来 然后我们要依法这个什么怎么样 他现在 他的这种说法是非常极端的啊 你又不是警察 你也不是执法者 你不能这么做啊 所以呢 当然了联邦调查局抓他 估计还有其他缘由 他很有可能在网络上 散布了 这个仇恨言论啊 这都是违法的 在美国很多玩笑是不能开的啊 比如说 我就稍微扯远一点 对吧 比如说 你看在中国 打死你 是不是 经常有的时候 可能是一气之下 是吧 说了这种话 或者是纯粹是开玩笑的 但是在美国 这已经是威胁了 这已经是构成了 这个death threat 这个死亡威胁 这是违法的 所以你说 哎呦 我这是开玩笑而已啦 我不是当真的 那也不行 在美国是不能说这种话的 啊 所以任何有这种 这种表达啊 都是啊 触及了这个法律的啊 那么啊 我就我就刚才回来了 就说到了啊 现在呢 在某些地方或者某些啊 某些城市 华人的确可能会成为一个 踢醉羊啊 踢醉羊 特别是在族裔 关系比较紧张的一些大都市啊 所以啊 这个华人在外面呢 也要稍微小心一些啊 要留意啊 对不对 那么啊 碰到这种事呢 最好不要去跟他应对应 对吧 除非你可以打报警 你可以报警啊 你用不着去跟他去吵闹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啊 华人应该意识到啊 最重要的呢 是如何能够在这个政治参与啊 这方面要积极的行动起来 对吧 不要就是说哎呀 我是新移民 我也不认识什么人 我这个这个英文也不怎么地啊 咱就 很多人是这种思想啊 这种思想是要不得的啊 因为当你不care不在乎的时候 可能没有过多久 你的权益就逐渐的消失了啊 你的权益逐渐就被别人给吞食了啊 那个时候 你在临时抱佛脚啊 基本上没太大的作用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一直啊 非常积极的从事这个草根运动啊 从事这个华人参政的草根运动啊 所以每一道这个这个 有自己有重要的这个切身利益啊 觉得呃应该重视的时候 我们都会及时的跟无论是联邦还是州的参议员 都能够及时沟通啊 能够让他这个啊警觉到啊 像很多的那些啊行为或者是 这些所谓的这个方式 好是有害于华裔的啊 有害于亚裔的啊 所以呢在啊今天呢就是扯一扯这个我们特别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新移民 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国家啊 无论你是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啊 你都不应该啊当这个叫什么鸵鸟 那把把脑袋扎在沙子里啥也看不见装看不见是吧 啊其实我们啊这个第一代移民呢更应该积极的参与美国或者是你所在国的一些啊社会啊和这个政治特别是政治诉求啊一定要重视啊因为我们的二代甚至我们未来的第三代啊都都在美国或者是在你所在的国家啊如果我们不出来为他们争取权益啊如果我们不为我们自己争取权益啊 那我们的权益也就没有什么权益对吧啊所以在在民主国家呢好就好在就是说它是有很多发生的渠道对吧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这个民意呢啊不仅仅是有民意代表代表我们去表达我们自己也更应该主动表达对吧因为没有人读我们的口对吧所以这个便利条件就是在于没有人能够读我们的口我们能够自由表达 所以你就应该珍惜啊像我们都应该珍惜这种机会啊珍惜这种权利对吧啊因为呢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得到当华裔或者是华人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人们才会出来啊才会才会出来啊平时的时候就不就不喜欢参与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怪怪麻烦的对吧 这种这种思维这种思路都是不太正确的啊那么今天呢就特地的啊因为我今天是看到这两则新闻以后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啊不是个滋味 所以特地呢就是说录制一个节目啊如果看我节目的有这个海外华人欢迎你继续订阅啊欢迎你订阅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啊一旦有新的节目你能够到及时的通知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留言啊如果大家想听什么或者想看什么都告诉我啊因为我们这个州呢 这个进驻令很快就结束了啊这个月底就差不多结束进入第三阶段我们就可以出去到处跑一跑啊因为现在你跑很多地方关门也没啥看对吧这个州政府把所有的这个州州州州立公园啊历史遗址啊什么全都关掉了啊那么啊好我就跟大家啊闲扯到这儿啊再一次就是呼吁在海外的华人积极参与政治积极参与社会 而不是就是说不闻窗外事啊因为当我们只有积极的参与积极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根本权益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谢谢大家收看啊周末愉快再见